好,那我們今天先來介紹一下怎麼樣找專題的資源 那當然我介紹的方法可能跟其他老師,每一個老師都會不太一樣 那我有我側重的面向 那我現在比較著重的是開放原始碼的部分 所以我特別要告訴各位怎麼樣去找開放原始碼的資源來支持你的專題 讓你在專題上面一出手就是覺得不一樣 那現在有一個開放原始碼是一個非常大的全世界性的軟體基礎建設 包含硬體的資源 那這種軟硬體基礎建設如果你會善用的話 你的專題一開始就不一樣 跟人家的立足點是完全不一樣 人家的立足點還在手工打造那種玩具的時候 你已經站在整個工業的基礎上面吞噬起 所以那是非常不同的東西 好,那我舉幾個例子 一個例子是,如果你今天想做網站 如果你今天想做的是網站之類的程式 那你怎麼去找,怎麼去用 那我這邊稍微給各位看幾個東西 好,這是一個很常用的一個方向 這叫Postrade 那這是Twitter Twitter就是那個Facebook推特 推出來的一個開放原始碼方向 OK,那你可以看到 其實它有中文版 已經有大陸的人 把它翻譯成中文版 你可以看到這個 中文版跟英文版 看起來都很像 那它有教學可以下載之類的 那我們還是看英文版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Getting Start 看到 這種 它是一個框架 然後你只要把它的CSS 還有JavaScript 引入 引入之後呢 幹嘛呢 你就可以做出 很容易的 只要加幾檔程式 你就可以做出一種 跨越手機跟電腦 兩種都可以使用的一個畫面 而且畫面會非常的精美 而且它會自動的適應手機跟電腦的畫面 那這邊我們來看幾個範例 它這裡有用到JQuery 那JQuery又是另外一個方角 那我們來稍微看一下這個 這是一個基本的範例 那你就看到 這看起來沒什麼對不對 這種範例 OK 很正常 OK 當你縮小的時候 你會看到 它這裡變 為什麼 因為它適應手機 所以 當你縮小的時候 它自動就變多 OK 那它不只有這些 你可以看到 它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元件 各式各樣的元件 對 就是 你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種元件 比如說像這種 這種是 Button按鈕 那這個按鈕 它會自動去調整它的顏色 讓每一個按鈕都很清楚 它的表格 它的圖示 它的 標記 它的 這個 這個 然後呢 它的 Drop-Done Menu 就是 下拉式功能表 這種如果你自己要去做都會比較累 但是它都會幫你做得很好 它的这种这个叫什么标签 标签导航列 导航列也有这种的 它的警告讯息 警告讯息 进度条 然后呢 List Group 就是列表 然后呢 Panel Panel这个怎么说 就是控制面板 然后Wale 还有像这样子的 简报方式 那这些都是 它给的一些 基组的办例 那所以你如果要使用 这个东西的话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再看几个吧 像你常常会看到 现在有一些网站 它的画面长得像这个样子 画面长得像这个样子 然后这里有Email 那其实都是用Bootstripe去套出来 那同样的这一个 如果你缩小之后 它也是会 会自动变化 所以你就不怕在手机上面 会看起来怪怪的 那这是Bootstripe的一个办例 就是说 我们今天可以充分利用 开放眼石码 让我们一下子 整个 网站的 那个 美工水准啊 然后那个 连键啊之类的效果 都做得很好 OK 那这是Bootstripe 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办例而已 另外像 比如说 JQuery JQuery JQuery又是一个网站上面 非常常用的一个框架 那它可以很容易的让你去查询 网页里面各式各样的元件 然后去控制它们 去做动画去干嘛的 那最近我 我常在用几个东西 因为我在做一个专案 我稍微给各位看一下 我抓 我给各位看一下 我所用到的一些元件 像这边 D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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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3要打JS 因为我用的是JavaScript 所以 D3.JS D3 你可以看到 这种东西 有些如果你要用存网页的方式来做 会蛮困难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用 直接套用这种元件的话 它就会变得很容易 比如说你看 我要做这个方块图 OK 这个叫做Busplot 这个统计上面专门用 Busplot 这些如果你从头到尾去用手工去打造的话 你会很累 但是 你用这个 就会很轻松 那 比如说 这种长条图啊 之类的 然后 这个用途是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 磁轮图 这些地图的 然后 更重 字的云 这个 Word Cloud 每一个字根据它被使用到的次数 它会有不同的大小 还有像这些 线纸 这种很复杂的套套 地图 甚至 树啊 这些 标的 好 我们记录 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 去套用这些架构的话 你可以一下子就站在很高的起点 好 再来像D3 D3的部分呢 我发现它其实不容易用 因为它的程式很诡异 所以呢 没关系 只要一个还是够多的用 就会有人把它弄得更容易用 所以呢 像这个C3 它就是一个D3-based reusable chart library 就把D3 再包装一层 就变C3 那C3这个东西做什么呢 你可以看到 它有 它有很多种图 那我们来看范例 所以说这个是它的Mine chart 你可以看到它 其实 每一点它都会有它的点的坐标啊 资料之类的 当然这个很简单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些比较 像这个时间序列的图 OK 这是时间序列 然后呢 区域 下面有影线 然后呢 Bad chart 这个长条图 OK 那这是它的程式 所以不会变得相对简单 你看到它的程式 闪点图 OK 现在相对很简单 好 这是容量的 OK 那多种图文在一起 那这是C3的图文 其实它还可以做更多的 那有时候呢 我就发现说 当我找一个 Open Source的 专案 可是呢 不是不够完整的资源 我要 那我就再找另外一个 那相对镜 我用另外一个 有Vis.js 最近我一直在用Jota Speed 所以 有Vis.js 这一个 这个我们看到 它就一样有图 那我发现说 D3它有缺乏一些东西 比如说3D的力量 它没有 所以呢 我就来找 这个 Vis.js的3D力量 OK 那你就很容易的 靠它 就可以做出这样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 如果你要自己写 那你就累 就是人家已经做好 那你就只要靠用就可以 所以就变得非常简单 那像这个东西 你会发现说 很多专案 现在都是在这 对Github上面 Github是一个开放原始码 目前最常使用的网站 那它背后所使用的工具叫做Git 所以我点进去这个Github里面 就是它的原始码 就是它的原始码 OK 那这里 你就要使用Git把它抓下来 其实也不一定要用Git 你可以直接按 这里有一个DownloadLib 把它抓下来也可以 比如说我这个用DownloadLib把它抓下来 那这里它就会下载一个Lib卡 等一下我们把它剪开就可以 但是你如果会用Git的话 会更方便 我看这里有没有关Git Git的话呢 如果有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用命令列下车铃去抓 那虽然看起来下车铃比较慢 事实上比较 手的话是比较快的 好 这边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没有装地址 好像没有装地址 等一下装给各位看一下 好 OK 那已经下载完毕了 我就直接把它解压到我想要的地方 把它剪下 好 好 这边新增一个Bit资料桨 好 我把它解压缩 好 它就有一个VisMaster 那你会看到这都是它的原始码 那像这个JavaSuite 现在习惯上台一个package.json 那这都是 那它这个安装是用Bower 所以有Bower.json之类的 那这个是NPM用 这个是Bower用 那你会发现我讲的术语 你可能听不懂 好 这很正常 你必须要在一个开发工具 很熟的情况之下 你就会知道说 哦 原来有这些东西 然后我该怎么用 那所以这是需要有人带入门 或者是你常常去看相关的东西 好 那进来之后呢 像这个例子 我就有BLEV 比如说这个BLEV3D 刚刚的Example Basics 这里这个是IE IE可能会有点问题 那像浏览器最大的不支援 其实就是IE 所以最好是不要用它 那IE如果是8.0之后 可能会这样 8.0之前都有很多问题 OK 还是可以跑 所以其实大家做得不错 连IE都可以跑 好 这个IE不知道几版 哇 11耶 随办新的它可以跑 正常 那通常8.0之前会有一些问题 6.0的话是很糟 好 那这是 我们可以把它内容稍微改一下 再变更一下 不要用IE 所以你如果善用开放原始码工具 你的专题一开始就不一样 如果你知道这些资源 你做出来的东西一开始就不一样 那不止这个啦 像有很多同学可能做了 我觉得那我做的东西是 比如说语言不是交代式的 其实开放原始码已经不是 不是某些语言专有的 每个语言几乎都有开放原始码 那所以你只要善用的话 应该都很容易做出来 举个例子前几天那个 看一下 有一组同学说他们 他们专题想要做那个Cube 就是用Arduino 控制那个LED灯 LED灯排成一个立体阵令 然后那个LED灯可以 可以弄得很漂亮 那我就他们就给了我一个影片 那我就找了对应的影片的那个 开放原始码给你们看 给各位看一下 在哪里 在哪里 像这样的东西 可是可能是用体感的方式 或者是音控的方式在做 那你会想说这个东西 跟开放原始码有什么关系 这是一个应该是用Arduino的专案吧 好 有点像放烟火的感觉 那我们不需要把它看完 给各位看的是 你看它下面会有写project page 其实就可以去找它相关的支援 OK 这边有一个download PDF之类的 然后有多少步骤 这个还不算是那个open source的部分 你看它这里有教你 然后呢 重点是 我搜索了一下 搜索了一下 就找到它的开放原始码 不会 那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 那我们就看了一下这个 它会有说明 它是用AVR8 也就是Arduino的晶片去做 但是它好像直接用晶片 它好像不确定 它是不是有加Arduino 还是直接用单晶片 不确定 可以进去看就会知道 那你从这里面都可以看到 它每一个原始码的档案 像这个就有C的部分 所以看起来不是Arduino Arduino不是标准的C 所以它是Ino 那这就是Arduino OK 所以好像不只Arduino 所以还有更多东西 点C的部分 所以就不只是Arduino 还有加一些Python的原始码 所以你看人家怎么做的 它内部都揭露在这里 所以你想要学一个什么东西 我想要做到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 我觉得各位不要 马上就讨论 然后马上说 好 那我们分工 你写程式 我做美工 就结束了 这样一定做不好 你去找Open Source 然后研究它们 至少先把它装起来 可以跑 然后你去看 所以OK 跟我相关的Open Source 最好的有哪些 我把它们找下来之后 我们去看它里面的内容 然后必要的时候修改它 或者是组合 组合就是用 把它的东西拿来 当成我的一个寒室库 然后我再继续延伸 之类的 这样你做出来的东西 品质会好很多 那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开放S吗 可以三六 好 OK 那以Open Source而言 如果你今天要用FIT FIT 那你搜寻的话 它会到这个HIT BASH HIT SCM里面 它有一个Clear and Open Source的Distribution 那我们可以去下载 cis download 这里有Windows板 我把Windows板 它已经开始下载 那你如果会用DIT的外面 會方便很多 而且它就是一個命令力可以用的程式 尤其是你要上傳的時候 你要把自己的作品上傳的時候用Git會更方便 另外真正Git的威力是 它是一個多人合作的版本管理系統 當你們很多人要一起做一個專案的時候 而且每個人 比如說你們沒有一個辦公室 那你就是要靠分散式的做法 分散式的做法 你靠Git就是非常好的一個工具 那Git是Linux的創造者 Tobas所做出來的一個版本管理系統 它目前算是幾乎在版本管理上面是最主流的 那我現在把它下載下來 待會可以給各位稍微示範一下 好 現在我下載下來 我把它安裝起來 好 現在我把它放在這裡 那我安裝一下 當你如果用Linux也是 就是Linux更容易安裝 那Linux的話呢 是要稍微經過這個程序 好 那通常我們都選預設置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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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正確的 好我今天就要進來 一anche一段座 我們現在進來 кую了 頭 斜坡 comm pics 很糟糕 为什么这里会装什么360的东东 好,这个360本身几乎就是个病毒 好,OK,那应该装好 OK,这里有一个GitGUI 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会用它的GUI 我们会用Git里面的这个Bash Bash就是它的命令 好,那这时候你像我的东西放在低槽的CCC的get底下 我就切 好,那这边所用的指令都是Lanex的指令 OK,但是呢,事实上 你用命令列也可以用 它安装下去就是一个程式 你命令列可以用 你不一定要经过这个Bit Page 这只是一个它主有的命令列介面 那我现在我可以用 那我现在我可以用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有那个第三的专案 那我就把它下载下来 首先我们要知道 我们看到它的专案的GitWave 那这边 那这边 Source Forkmea GitHub 那这里有 那这第三的专案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边 那这边有一个王子 就是Krong的王子 我把它复制一下 当我复制完之后呢 我就要Dick Krong Krong就是 克隆,有沒有 各位看星际大战的时候 是不是有那个克隆人 克隆人 就是Krong 克隆人是什么意思啊 有没有听过克隆羊 就复制羊 那 所以克隆人就是复制人的意思 那 我现在呢 把刚刚的这一个 这一个 Copy paste 好 这是它的位置 那我按GitClone之后 那个网址之后 它就会把整个专案 下载下来 好 现在它正在下载 那那你修改一下之后 你自己在Git上面 创建一个帐号 你又可以把 你修改过的版本 给上载 又变成一个新版 那所以开放Smart 的部分 你会发现 哇 超级多的版本 但是 主流可能就只有 官方那一版 那 很多人都会去改 各式各样的版本出来 那 用它的时候 记得要遵守 它的授权协议 每一个 每一个 每一个专案 它都有它自己的 规定 和授权协议 像以这个例子 我们看到这里 可以 这一个是第三个专案 那 那 那这边 通常会有一个 license 的档案 有 read me 档案 有 license license 档案 里面就会写 它到底是 采用哪一种 授权 那你必须要遵照 它这样的授权协议 去使用 嗯 以这个例子而言 它是用自己的授权协议 不过它应该是 有某一类的 稍微看一下 它是用 VSD License 那用 VSD License 的话 就是 VSD授权 就是 你只要 標示姓名 基本上 什么都可以用 好 那刚刚我们的这一个 应该已经下载完 那下载完之后 你在这边 打ls 你会发现 诶 刚刚我们 git Chrome 这个d3.git 现在做出了一个 d3的资料框 那我们就看到 里面就是 d3的资料框 那我们 这里 进去 也就会看到 刚刚的第三次要讲 这里面 就有一些像 TEST 之类的 程式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data sample 哇 这个sample 太阳春了 好 就 各式各样的 程度 可以从这里面去看 OK 这是它的原始码 已经下载下了 OK 所以 开放原始码的用法 大致上 我们今天介绍了一下 那希望这个东西 对各位的专题有帮助 那你可以 可以 尽可能的 在专题制作之前 先去搜寻 可用的开放原始码 对你有帮助的开放原始码 然后 当然 最后你的专题 最好是 也是用同样的开放原始码 搜全 来搜全出来 给大家使用 好 这是今天第一个 要让各位 看的东西 先让各位 试试看 你去 网络上 找一下 对你专题有用的开放原始码 我们下一堂课 开始再来一张 记得你的结构 好